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整個人爬進娃娃機機台內 把裡面的東西一個一個放到洞口處 疑似要把東西全都拿走正在進行搬貨 而他的朋友則是在一旁嬉笑 還把整個過程用手機拍了下來 帶來看一段現場畫面 地點就在台北西門町的一處娃娃機台店內 19號有男子竟然整個人爬進去娃娃機台內 和朋友一邊吸腦一邊把裡頭物品全都放到機台洞口處 警方表示目前沒有接獲報案 也無法確定男子是怎麼進去的 是正在偷東西還是單純好玩 只是這樣的行為實在也讓路過民眾全都看傻眼